她小孩在床上玩耍 天真无邪的可爱模样 2022年年仅一岁的她 被保姆照顾却炉内出血致死 如今判决出炉 孩童母经痛哭失声 我都在家里 因为我出去跟她其他小朋友 就是我也会想到我 我的孩子不在了 我会很难过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有人可以这么的遏止 她也不觉得自己有错 然后就是一直否认 孩童母亲类似 保姆开庭时没有回忆 甚至还直呼自己的小孩 也没有妈妈 根本没有考虑到受害家属 失去小孩的感受 我工作就辞掉了 然后到她离开 去当小天使 我希望判无奇 台湾的司法制度就是 会一直参考 什么前一审判的 永远不敢判那种最重的行动 这名保姆本身有三个未成年子女 另有房贷压力 强调无虐童断送自己收入动机 主张无罪 公诉检察官 建议何一庭量处十三年六个月 至十五年六个月徒刑 但此案为国民法官审理 最后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罪 伤害致死罪等判处三个月 及九年有期徒刑 死者父亲是职业军人 在空军服役 特别珍惜休假回家的时间 面对女儿的死亡 如同身处在漫长的噩梦中 与妻子都难以接受 一家三口就这样破灭 赞讯我站在县远真台中彩头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